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身陷夾帳風暴 他的妻子陳佩琪 也涉入用兒子人頭開公司爭議 讓兩人被外界形容是犯罪鴛鴦 而今天一早 陳佩琪又在臉書發文 透露夫妻間的不滿 正急劇升溫 不僅說柯文哲會問記者 該送他什麼生日禮物 是因為知道河東獅子正在吼叫中 陳佩琪更透露柯文哲未經同意 就擅自吃掉生日蛋糕 讓他氣得說 唯一肚都頂到桌圓了 另外今天受訪時 柯文哲也坦言账務中的現金 均款的確有錯 這一看就知道是錯誤 這表示當時有夠錯的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都是 透過網路的小額捐款 我們哪有那麼多現金 柯文哲坦誠錯誤 說當時都是小額捐款 沒有那麼多現金 不過柯文哲也拉藍營下水 稱有人說民眾黨誠實申報 報得越多 錯誤才越多 而柯文哲也強調 以後要建立電子記帳制度 防止再犯相同錯誤 防止再犯